弟兄姊妹,心靈真寶今天的主题是 主用吃来表明信心 约翰福音第六章 主一次次讲到自己是从天上来的良 是真良,也是生命的良 主都讲到我们吃它的肉,饮它的血 意思就是接受它的救恩 就能够有永生解决罪的问题 第二,就是我们能够尝在它里面 即是能够更加尽心地享受它 每日都享受这个完美救恩的果效 第三,我们更加是可以因主活着 主在我们里面 不住供应我们的心灵 也都向我们讲说话 宝贵在它那里真是有永生之道 我们能够归从它 请回答 是要使你和我得生命,太寶貴。 是一次又一次這樣說, 套一真量來, 我太寶貴了, 只說我永遠成為人, 受不了死, 是解決我心靈的問題, 才能夠享受他自己, 才能夠飽足, 不餓不渴。 我看第四七節, 我實實在地告訴你們, 信的人有永生, 我就是生命的糧, 主再說, 你們的祖宗在抗日吃過馬拿, 還是死了?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它是吃了就不死。 你太寶貴了, 我已經吃了這個糧, 我曾經已經是信他了, 接受他救主, 我又永生, 心靈會再死, 永遠是幫神連起來。 他說, 我自從天上降下來, 生命的糧, 人要吃幾糧, 就會永遠活著, 心靈會永遠活著。 我所要切的糧, 就是我的肉, 為世人之生命所切的。 這特別講到, 主要將他的身體, 我又寫了。 讓我後面講得更清楚, 第五十二節。 因此猶太人, 彼此爭論說, 這個人, 怎能把他的肉, 給我們吃呢?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你們又不吃人自的肉, 不喝人自的血, 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裏面。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就永生, 在末日, 我叫他復活。 我的肉, 真是我吃的, 我的血真是我喝的,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常在我裏面, 我又常在他裏面。 永活的腹, 怎麽撒我來, 我又因腹活著, 照樣吃我肉的人, 也要因我活著。 那裡的肉字, 點的點的, 照樣吃我的人, 也要因我活著。 這就像從天上降下羅的糧, 吃了糧的人, 就永遠活著。 不像你不知祖宗, 吃過麻辣, 還是死了。 53節, 說得很清楚, 說你吃人自的肉, 喝人自的血, 就永生。 這裏說到主他十二日上日死, 他釘十一日成就那些。 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很接受的東西進去, 吃下去, 可以成為你身為一部份。 所以主要用這麽說法, 表明我的信心, 我接受。 所以吃我肉, 喝我血, 那些人就永生。 今天我們之後主要救主, 那些人也接受了, 主要用我們死, 去解決這個罪。 他就這樣救主, 太寶貴了。 主要用我們死, 去帶給我們永生, 幫他練起來。 這裏就不是在說麻辣粹。 要是, 你得永生不是靠你吃個餅台, 喝個杯的。 但是那是怎樣呢? 是紀念主字的。 那是表明了主的死。 所以不要搞錯了, 因為有些人參考了餅, 如果他還未信主, 就要他吃了餅杯, 他不會有永生的。 所以根本就說到接受主, 和他釘十二架, 那個餘味救恩, 解決我的罪, 我們就有永生。 我接受主, 和他說釘十二架, 這個救恩, 就是他的意思。 所以我們接受了主, 和他說釘十二架, 這個救恩, 我就永生了, 就有生命在我裏面。 但是五十六節那裏, 我覺得很寶貴。 他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嘗在我裏面。 我嘗在他裏面。 這裏主講得更準一步, 他在我裏面。 我相對想到, 楊風陰, 後面那裏,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住在我裏面。 是最靠近的。 我們在他裏面, 好像芝芝在佩儀樹那裏, 幫他聯合了。 一順主的時候, 就幫他聯合了。 他又在我裏面, 全個宇宙最深的, 心理結連, 就是聯合。 我們上主之後, 我照了他的完美救恩。 但是呢, 不是說, 我們從以後不用理會這件事。 我們繼續都去享受, 更加進入他, 享受他的完美救恩。 我初上時, 我認識的是有限的。 只知道是最謝面。 朱古丁是帶來的, 太厲害。 這份愛太厲害了。 我當日得救的時候, 我們都認識這份愛是有限的。 我繼續去的時候, 我都要享受到完美救恩。 他說他愛我愛到, 他說我永遠成為人。 我寫十二架相。 我繼續享受, 他說我成為人, 他說我死, 這個心不可測。 這件事會更加被他吸引, 更加住在他裏面。 考慮, 麥七節那裏, 永活的父, 就這樣拆我來。 我要因父活著, 想著他按人那方面, 他在地上的生活是靠著父。 因父活著, 靠著父活著。 主要一個完美的人, 他活出順生的生活, 他依靠神教的。 他照樣, 吃我肉的人, 吃我的人, 又要因我活著。 今天, 我也因主活著。 他有我的生命, 他供應我的心靈。 看一看六十三節。 主說, 叫人活著的, 乃是靈, 肉體是無益的。 那猶太人, 他就很難撐, 主說, 吃他肉, 吃他血。 他實際是, 因為重視物質, 心時是想到物質, 所以他難明白主那些話。 主說, 不是真的吃主那些物質的肉。 飲, 煮了血。 明顯是熟靈的意思。 有太人更加清楚, 沒有吃血。 忍的血更加不可以, 煮的血怎麼可以, 煮的血怎麼可以, 煮的蠻。 深思一味是, 尋求物質的東西。 主說那些, 明顯是, 不是物質的意思。 實際是, 可以說是, 心靈的事。 主說得很清楚, 讓人知道, 身體的物質, 那些東西。 主還說, 我對你不所說的話, 就是靈, 就是心靈。 今天, 我覺得, 我們也需要主, 他幫我們說話, 是會供應我們的心靈的。 就是這個, 彼得都說了, 後來, 第六十八節, 很多門徒已經退去了。 但是, 彼得說什麼呢? 他說, 深人彼得回答說, 主啊, 有永生之道。 我說, 龜從誰呢? 我們已經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 彼得不同, 他不是只是, 追求物質的東西。 他說, 你有永生之道, 尋求那些心靈的東西, 就是永恆的東西, 不是那些物質的東西。 當然, 神會照顧我們物質的方面。 他看顧我們。 羅漢斯第二章, 說到那些尋求不能扭壞的福, 就是榮耀尊貴。 我只能感激住, 這是他的恩典, 他吸引我。 很寶貴, 比得說, 你有永生之道。 以後來講得清楚, 永生就是,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 變成差異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 我覺得最寶貴的, 我經歷爸爸對主, 神就是我們的福分, 心理的力量, 就是享受。 他說, 都是我們的食物, 享受。 我活著, 不是單靠物質的食物, 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話。 他的話都是靈, 是生命。